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們來請大家看一下 他的這個僻建的契機 那麼一件事情會發生 會有他的原因 而這個原因是不是充分合理 也往往就是這個作家的敘事的能力 高低的一個平價的標準所在 所以這個非常合理 讓元春要回來省清 因為皇權是至高無上 所以他可以凌駕父權 凌駕世間一切的這一種所在 所以當元春要回來省清的時候 皇祕不可為 那麼賈家再怎麼樣的經濟艱難的情況底下 他都要努力去迎建一個美輪美奮 至善至美的一個大官員出來 所以來請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第16回元春要回家省清 某個義來講這就是解除等等 這就是讓這個大官員的存在 有一個在現實邏輯上面非常合理的原因 好 所以呢請各位看一下 那麼芝批在這裡他就有一段話說 他說大官員用省清式來出題 這個是大關鍵式 所以他也認為曹雪芹這樣的安排 非常的合理而且強而有力 他說這就是大手筆行文之利益 一個大手筆他絕對不會呢 完全不顧現實的法則 然後呢想讓這個人復活就復活 想那個人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個恐怕就不是這種大作家 會採用的方式 好 所以呢這個僻見的契機毫無疑問 可是呢我希望各位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既然他正是因為皇權的派令 那麼而產生事實上大官員的本質 就不可能解脫世俗的權威 那麼就這一點來講呢 等一下我們大概會有十幾項的項目 來分各種不同的角度 來分析大官員的項增意義 而在非常多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實際上 我們所推崇的所謂的情啊 愛啊 自由啊 這些其實都是要臣服在禮法之下 在臣服在世俗權威之下 這是大官員在先天上不可避免的 所以如果你不先接受這一點 談大官員就會是一個架空之論 是你一廂情願的一個渲染 那不見得符合真相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要來看他的基地 他的機質 這一點當然很重要 尤其這個機質某個例來講 也在告訴我們說 大官員根本上就是建築在現實的土壤之中的 那麼無論哪一個切入點 真的曹玉琳都在暗示我們 大官員絕對不可能脫離現實 那麼他可以是一個暫時的 一個修身養息之地 但是事實上他更高的地方 還有一個現實原則在支配 只是這個現實原則稍微對你放鬆 然後呢所以讓你可以有一些自我的空間 但是實際上那只不過就是法外開恩 就有如賈母曾經說過的 我們家的孩子怎麼樣 如果在別人眼前沒有行出很好的理數出來 憑他長得怎樣也是要打死的 只因為他的理數表現得比大人更好 所以背地裡怎麼樣才中他一點子 你們千萬不要忘記在這種階級的人家 他們的自由是在這樣一個背地裡 中他一點子的方式才可能擁有的 那不理解這一點 你就會覺得紅樓夢是在反體制 反什麼恐怕這個有一點脫離 他們這個階級的現實 好請各位來看一下 就這個機子來講呢 芝批也提到說 原機乃一部之主 換句話說這個基地太重要了 整部小說基本上呢 就在主要是在大觀園產生 可是大觀園最重要的一點又在哪裡 又在他的原機 就是他圓的一個基地 所以這個基地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我做了一些考察 但是這個考察全純粹是 文本當中的紙上圓林所做的考察 所以合乎文本的內在世界 那麼有一些紅學家 他們比較感興趣的是說 那麼在現實世界裡面 大觀園會是什麼樣子 那有些研究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他一樣建立在文本的資訊上面 然後去稍微做一些現實的推演 來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 這實在太有趣了 那麼這個呢 他是透過文本虛構跟現實世界的 一個對應關係 然後告訴我們說 大觀園如果從現實的這個 考慮來說他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這個是那個戴智堂先生 那麼對於紅龍夢大觀園 所做的一個考察 他說從那個第16回描述一下 說那個大觀園從這裡降遼到那裡 一共三里半大有沒有 那麼可以蓋造醒清花園了有沒有 這個是第16回有提到 那麼三里半大到底有多大 他是一個度量痕 那這個度量痕如果是從清代的 那個現實的使用來說 那也許就可以讓我們 大約掌握一下大觀園的大小 他說呢 我國舊日良地叫做部母圈杖 他認為所謂的三里半 可能就是指這個原地的四周 總共的邊長是三里半 不是一邊三里半 不是直徑三里半 而是他的周圍那麼周長三里半 那照這樣說來的話呢 他說三里半的市里正等 等於1750公尺 那1750公尺到底有多長 我們現在對這些抽象式數字 大概都沒有具體的概念 那我們還是繼續看他怎麼推吧 他說姑且我們在具體的假設 大觀園的原地是東西長475公尺 然後南北長400公尺 實際上這次會把大觀園 當成是一個長方形來看待 對不對 這個說法大致沒有錯 可是支批說不是 那麼我們等一下會再補充 總而言之 如果大約這樣子 符合1750公尺的周長的話 那麼換算一下 他的面積就會是19萬平方公尺 那19萬平方公尺又是多少呢 他說比北京的北海淨興斋 面積還要大24.6倍 相當於北京的中山公園的面積的89% 那北京中山公園是多大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沒有去過 所以反正他很大好不好 好 然後呢 作為一個私園 就是一個私家的那個花園來講 這當然是非常大的囉 整個一個城市的大花園 竟然就是你家的花園差不多大小 這相對而那個比例 那真的是非常大喔 那總而言之 你們有興趣再去Google一下吧 那個北京中山公園到底有多大 我在猜啦 恐怕跟我們台大校園可以相比喔 那台大校園是因為蓋了太多建築物了 所以看起來很擁擠 其實他很大喔 好 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就大約知道說 反正他很大 好 做了這番努力 只得到一個結果就是他很大 這不是廢話嗎 不過這反正是該做的事情喔 那因為我的興趣不在於他 現實上到底如何 因為我說過他是一個紙上原理 我想只要從一個藝術的原則 能夠把握到他就足夠了喔 那麼所以更重要的是 我們作者到底怎麼樣來規劃 這個大觀園的基地喔 所以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支批有提到 支批說 其實大觀園的形狀不是正方形 也不是正常方形 他是這樣子的 他說他的西北會突出一塊 這個是那個支批說的 那突出的這一塊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說呢 第一個他最靠近哪一邊 這邊我們甲府是不是分 東邊的寧府跟西邊的榮府 所以當他突出這一塊 他其實是靠那個西邊的榮國府 那當然這就是最接近 甲家的權力中心 就是甲母的居處 然後所以這個西 他說啦 西北這一區主要就是聚集 大觀園中最重要的建築物 像怡紅月啦什麼什麼都 肖香館什麼都在這裡 不過不過請注意 剛剛那個說法 如果對應到紅龍夢實際的 那個描述過程的話 也會出問題 那所以我就跟你們說 這個不要太死於俱下 不要把這些話呢 都當成是一個具體的呈現 他其實只是要告訴你說 在象徵意義上面 甲母跟這些少女們的關係 是非常親密的 這是從這個距離上來呈現 好 可是呢 我剛剛那樣講 你們會有點疑惑的原因 就在於那為什麼西邊 比較靠榮國府呢 這到底大觀園的基地 從整個甲府的那個所在的規模來看 他到底放在哪裡 這就是他的基地呢 最有象徵意義 而且也是最奧妙的地方 我要再跟你們做一些小小的補充 就是說當我們提到說大觀園呢 他作為一個整部紅龍夢 那麼在成為一個所謂青春之美的婉歌啦 貴族家庭的婉歌跟城市之美的婉歌的 這樣一個基本宗旨的一個具體投射的對象的時候 那麼這個大觀園的興衰 他的啟滅 還有呢 他其中所散發出來的那一種婉歌的 那一種深沉的悲哀 那麼我們必須呢 再做一點補充 那麼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實際上呢大家都知道 我想你們沒有太熟悉紅龍夢的人 應該都很容易的做了這樣的推測 就是大觀園事實上 在紅龍夢的文本世界裡面呢 他實際上有他的一個內在的映射系統 那麼他所映射的 其實就是天上的太虛幻境 所以大觀園基本上就是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 這已經是一個基本常識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支批怎麼談呢 那支批當然是最權威的啦 他在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的時候 那麼當寶玉呢目睹了這個仙境中非凡的所在 其中有所謂的鮮花富裕異草芬芳 那麼真好個所在的這幾句話旁邊 那支燕災就批了一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他使得我們所有對於大觀園的 相真意義的研究呢都有一個 可以說是最精確的一個依據 他說呢 事實上這幾句話已經為省清別墅畫下圖示了 換句話說原來所謂的鮮花富裕異草芬芬芳 它不只是一個仙境的再現而已 它其實已經隱含了將來 所謂的大觀園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圖示 那麼所以大觀園圖樣根本上就是人間仙境 那跟天上的太虛幻境是天上人間互相這個對照的 而且呢有依以貫之的一個 從天上移轉到人間的這個過程 所以省清別墅當然就是大觀園 這沒有問題 那就此而言呢 這樣的大觀園作為一個仙境 那當然是樂園囉 尤其是為賈寶玉而量身定做 然而然而我們上一周所談的 那麼多的這個大觀園的一個象徵意義裡面呢 我們也必須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大觀園在他起造的開端 就已經註定他是要幻滅 所以這種幻滅感事實上是從一開始 就籠罩在大觀園裡面 那麼所以我們說他是青春之美的晚歌 貴族家庭的晚歌跟城市人生的晚歌 其實都必須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才能夠善加以體會 所以請各位來看一下到第十八回這邊 那大觀園已經早就已經落成 而且這一回是元春都已經親自回來醒親 不過這邊有一段話很有意思 支批對這個第十八回這麼重要的一個 假家聲勢的巔峰 乃至於眾女兒們的命運的一個轉折點 那他提到了一句話 他說到第十八回這裡 大觀園的功成功案 其實裡面有另外一個很深層的含義 他說觀者是為大觀園費盡精神對不對 我們為了來破解大觀園的各式各樣的奧秘 我們下面有11個單元要談 你就可想而知 然而支批說他呀 於則未若許筆墨 他認為這麼大的筆墨 只餵一個葬花種 所以這個葬花種各位還記不記得 你們對紅龍夢應該要足夠的熟悉囉 葬花種的第一次出現在什麼時候 蛤 就是第二十三回啊 第二十三回是不是就是元妃下了御令 然後讓這個眾女兒們跟著寶玉一起進去居住 還記得嗎 可是住進去之後呢 我們作者先用一個泛泛的筆墨 然後說我們寶玉心滿意足在 也沒有別相可求之心 然後呢就寫了所謂的四十幾世詩 有沒有 四春夏秋冬 然後裡面講到說他拆梅這個豆草蘸花 然後什麼之類的 很快樂的好無憂的一個活動之後 竟然呢很具體的描寫大觀園的開幕儀式 那就是黛玉葬花 好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大觀園才一開幕 那麼他的最重要的一個具體的活動 可以說比較有意義的 不是泛泛的樂園的那種心態描寫的 竟然就是藏花 可想而知一落成就宣告他將來的死亡 所以呢某個意義來講 大觀園根本上是為了幻滅而建造的 我想講的更本質一點 他基本上就是來讓你看到這樣的美好 這樣子的讓他眷戀不已 人生最精華的一個階段 一個存在狀態 但是呢他其實就是在一開始就已經注定要毀滅 所以呢為了毀滅而建造 你就可想而知這中間 事實上是無比的辛酸 無比的恐懼 那當然呢也有無比的無奈 那所以呢就此來說 我們一定要跟各位說明這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將來看到的那11個小單元 你再再都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個藏花的意象 也就是毀滅的意象 事實上呢是整個大觀園徘徊不去 而且滲透到他每一個角落的一個注定的 一個力量齁 好所以呢我們知道這一點之後 下面呢就要請各位來注意一下 我們上次是講到那個大觀園的 僻健的契機對不對 僻健的契機還記不記得 是不是就是圓村要回來省慶 可是各位都知道 那麼為了圓村回來省慶而建造的大觀園 是不是從這個本質上來講 他也註定不可能長久 因為圓村也不是不死的活鳥對吧 人總是會死的 所以真的想開一點 人沒有不死的時候很多的東西 你都會覺得並沒有那麼的要緊 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是 你真的失去不起的東西 那不需要去追逐這個世俗主流 讓別人來告訴你該走哪一條路 事實上你只要扪心自問 你10天之後 5年之後你就會死 你真的還會在意這樣的東西嗎 我覺得這是認識一個人 真正的自我事實上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方式 那麼所以呢 簡單說 圓村也不是不會死的 而且某個醫來講 在皇宮當中生命其實很短暫 因為他們的壓力非常的大 尤其在清代那個時代 醫療 衛生各方面不像今天 事實上他們的平均壽命都很短 我最近看到幾個資料 真的是充滿了驚嚇 因為他說在不只是唐宋 六朝 那不用講了 事實上大概到明星 他們的平均壽命恐怕大概也是三四十歲 那當然絕對有很多的例外 只是說你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認識或者是要來安排我們的人生 你不能脫離人是必死的 這一個必要前提去思考 否則你永遠就會在追逐幻影 所以圓村會死 而且我們從第五回的人物判死 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 他進宮才多少年 他就虎似相逢大夢歸 你們的叛詞不背首喔 這樣是不可以的 那麼第二句是 柳花開處趙公圍 有沒有 所以我們上週說石柳花是圓村的代表花 第三句就是三村徵集出春景 虎似相逢大夢歸 這指的就是圓村會死 好啦 但是問題是他進宮多久 結果就遭遇到虎似相逢 不是虎兔 虎兔相逢 那是一番我們世俗的版本的一個篡改 那虎似相逢在中國傳統的文獻裡面 他早就是一個很代表性的 已經帶有特殊意涵的一個猛獸的意象 從先秦時代就有 他代表的其實就是權力鬥爭 就是一種政治惡鬥 那麼所以呢 到底我們圓村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突然死亡 我想恐怕就是一個猝死的狀況 但是他進宮到底多久 第一句話告訴我們了 他20年來變是非 所以他入宮20年 那各位想一想 能夠入宮的當然都是在青春年少嘛 所以大概10幾歲 15、6、17歲 16、7 所以再加上20年 所以圓村大概死在幾歲呢 很可以推算出來對不對 大概就是36、7左右而已 比楊貴妃還少死 楊貴妃是死於38歲 馬為兵變 那所以你就知道說生命很短暫 尤其在宮中這一種處處危機 然後你要步步為營 然後許許多多真的就是生死交官的 那個殺雞蟲蟲的狀況底下 生命是非常脆弱難以預料的 那麼在這種狀況底下 為了他的回家省心而建造的大官員 你認為隨著原村的生命能夠存在多久 這個說實在很多很多的任何一個項目 都讓我們看到這個大官員 他天生本質上註定就是短暫而脆弱 而且必然要面臨幻滅 好啦 所以我們看完這一點之後 我們再請各位回到我們的第二個小項目 就是來談大官員的一個基地的選擇 那麼這個基地的選擇更是充滿了 那麼真的是非常的負面的暗示 那怎麼說呢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 我要跟你們做一個補充 那麼知批有提到 他說大官員的基地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記得上一週好像有跟你們提到過 那麼知批說原基乃一部之主 就是整部紅樓夢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已經不是大官員了 而是大官員的基地 他座落在哪裡 這基本上根本他認為呢 就是整部小說的根本主旨 這就太有趣了 所以大官員到底在哪裡 這個當然不是我們現實要去考證的問題 而是說在紅樓夢的文本事件裡面 我們作者怎樣給他一個座落的地方 而那個座落的地方 在紅樓夢的內部系統裡面 我們作者給了他什麼樣的象徵意義 好啦 那麼我們在談他的基地選擇之前 我想我有點忍不住 我先跟你們來講一個基本概念 那個是我發現很多談大官員的問題的時候 不小心都忽略掉的 那就是大官員你們大概都知道 一座很大的原子 好 我們上次已經有提到了 是89%的北京中央公園的面積 好 很大 可是除了很大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們都知道的特色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的歷史源流 以及大官員之所以為 非現實的建構的紙上圓林 一個很根本的原因 那所以這邊我們要做一個補充 那就是還記不記得大官員裡面 有很多獨立的院落 然後獨立的院落就是指他有圍牆 所以有一個怡紅院 有橫吾院 有蕭香館 有紫林舟 有這個暖香霧 等著甚至有龍翠庵 對不對 但是你們知道嗎 這樣的設計事實上是非常奇怪的 你們可能覺得說 小說這麼寫我們就自然接受他 但實際不是 所以我們下面要來跟大家先做一個說明 那麼藏雲先生這很明顯是筆名 他在一篇可以說是研究大官員的議題裡面 第一個用大官員作為文章篇名的一個作者 那這個已經是寫在1935年 距今已經將近80年前 那他就已經早就告訴我們說 大官員非常的奇怪 他很特別 首先先告訴你們一個基本的圓林的知識 那就是說事實上圓林的這個他的規模 他的一個設計方式 事實上在中國的歷史中有兩個源流 那兩個源流 一種就是比較是屬於那個私家圓林 私家圓林當然指的就是 你也許當然都是要權貴啦 要非常富有的世家 你才有這個能力去營造 但是那一種圓林他的基本形態是 好 就讓你們看吧 好 來請看一下 一般的圓林就是以單洞 一洞一洞獨立 而且通常這一種建築物 他都是四面透空 會有很多的窗 甚至根本就只有柱子 然後裡外相通 那些建築物是什麼呢 就是堂啊 管啊 尤其是樓跟亭 有沒有 亭子那更不用講了 那麼基本上就是這些單洞的 他是孤立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呢 那麼加上其他的山啊 水啊 石頭啊 然後呢 互相搭配 那當然有各式各樣的圓林美學 例如說要含蓄運介 例如說要戒井 例如說要趨近通幽等等 那個是另外一套的這個圓林美學 不過基本上他的建築物本身 就是這一種單洞的 然後坐落在山水裡面 好 那換句話說 這一種圓林設計的功能是什麼呢 他就是讓你只能短暫在裡面游氣 你不能在裡面住的 知道嗎 所以你在亭子啦 你可以欣賞周圍 整個景色你就一覽無遺 那堂跟管也一樣 都是呢 讓你在公寓之霞 然後或者是你有朋友來 大家有這樣一個休閒娛樂的一種 或者是呢 修身養息的需要 然後呢 我們就到園子裡面去 就做了一種心情的調節 或者是生活節奏的一個放緩改變 那所以他的功能是 你不可能在那邊過夜的 因為他完全沒有生活的機能 可是呢 最奇怪的就是說 我們大幻園不是這樣子 他是那些少爺小姐 是不是就住在裡面 對不對 而且一年四季啊 根本就是一個獨立的生活所在 那就此而言呢 他事實上是把這樣的一個私家圓林 結合了另外一套的那個圓林的系統 那一套圓林系統非常獨特 他是來自於皇家 好 那這個皇家的這個圓林的設計 就是叫做怨幼式的 用這個怨字一定是指宮廷的那個花園 叫做公怨 那所以這個公怨式的建築 的那個圓林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呢 就是說他在那樣的一個龐大的 這個圓林基地裡面 那當然有山有水 有花草樹木 然而裡面會坐落一些 由怨牆圍出來的獨立怨落 所以你可以居住在那裡 那麼所以這麼一來 大觀園根本不是一般的什麼蘇州 什麼網師園啊 反正著名的那些庭園完全不一樣 他反而比較偏向是皇家等級的那一種 那所以我們舉一個現實例子來說 像清代 像清代那個皇室宮廷的院幼 就是這種設計 包括各位非常熟悉的怡和園 還有熱河的離宮 還有一個是已經被焚毀的圓民園 他們都是這樣 另外還有所謂的暢春園 各位暢春園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是皇帝起居聽政的地方 所以雍正就是在13年的農曆8月22日 在暢春園暴族 那個是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 所以你看他就是在那邊起居 然後聽政處理政務 那基本上他甚至比那個什麼前清宮 什麼的更是跟皇帝本身生活密切 那像另外還有萬春園 這個都是請注意 都是在大自然中興建不同的建築群 那那個建築群當然生活機能就非常完善 有起居室有各式各樣的配備 那就跟一般的私家園林 只有單棟的建築物 讓你可以短暫的盤緩休息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觀園的設計是非常的奇怪的 他是結合這兩個不同的系統 那各位就可想而知他絕對是紙上園林 因為現實世界恐怕不大允許 有這樣的一個非皇室的這種園林設計出現 好啦 但是當然我們作者完全有權利 透過虛構的手段 根據他的藝術需要 來傳達他所認識到的人生跟宇宙的道理 所以他就在他的大觀園裡面 做了這樣的一個設計 好 那就先跟你們說明一下 可是當然如此一來 各位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由於大觀園是兼具了皇室公院 跟私家園林的複合性質 所以這麼一來也請注意一下 園中人當然勢必要受制於軍權和父權的支配 好 因為這個就是皇權那麼的一個 這個直接的影響的產物 所以你不可能脫離到這個皇權之外 那不要忘記大觀園又是附屬於寧容二輔 寧容二輔要注意 所以事實上他完全不可能 是我們所以為的一個什麼烏托邦 那絕無可能啦 所以基本上來說大觀園本身 他人物生活在裡面 事實上你常常還是可以不斷的看到 自我跟這個倫理世界之間的一種深刻的糾結 那所以我們要認識大觀園 你不能不認識他的這種雙重性 甚至是多重性 他的複雜不是那麼簡單的二元對立 我覺得我們現代讀者最常 我覺得最常不自覺的滑入到了一個陷阱 就是說我們總是把是跟非 然後社會跟自我 然後這個所謂虛假與真實 我們就很真的是很單純的 用一個很簡單的二元對立來看待 可是世界真的不是這個樣子 你認為曹月琴會那麼幼稚到以為 有一個地方純粹是真 有一個地方純粹是假 然後大觀園就是永遠的自由快樂 然後外面的世界就是骯髒污濁 就是權威就是封建就是壓制 怎麼有這麼簡單的邏輯呢 世界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曹月琴 作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也不可能是這樣子來安排他的小說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要注意 你用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來看紅樓夢 他就會被你非常的簡單化 那當然你就看不出他的複雜跟奧妙 那麼我們當然相信 人生跟這個世界是非常複雜的 層次非常的豐富的 而且他奧妙到難以言全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努力的 來認識他的原因 好 那我們了解到這一點之後呢 我們現在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那作為一部之主的這個園基 這個園的基地到底是怎麼安排呢 我覺得這實在是發人深省 我們首先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在第十六回 我們從文本開始 我們這些簡單的這個歸納 基本上都是要來自文本 所以任何的推論 一定都要有充分的證據 不能夠自己想當然爾 所以請各位來看一下 第十六回就是元春風飛 然後很快的就要省清 然後所以這個省清就必須要有一個環境 要有一個空間 因為皇妃是皇家的成員 那麼是神聖不可侵犯 他不容跟一般的這個非皇室 產生一種混淆 這個基本上是很嚴明的一個區隔 那所以請各位翻到244頁 這邊請你們注意一下 好啦 那到底要選哪個地方 來蓋造大觀園呢 蓋造省清別墅呢 各位請看一下 就在倒數第五行 那麼首先就是賈榮就回話啦 他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 他父親是誰 你們不能不把這些關係弄清楚了 不然你們真的很多的奧妙都抓不到囉 他的父親不就是賈真嗎 然後他說打發我來回叔叔 對賈榮來講他的叔叔是誰 賈榮的叔叔耶 高他一倍耶 所以這邊應該是賈蓮 賈蓮是不是當家的對不對 因為賈正也把那個家務事 是交給他跟王熙鳳來管的嘛 所以要注意 那所以他們一層一層其實都必須要這樣 以一個高度的倫理尊卑 來建構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所以他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 請注意喔 老爺們 好 那就是更高的倫理等級了 這個老爺們大概指的就是誰知道嗎 要先弄清楚 因為我們等一下這些人都會再度出現 而且他們都很重要 好 就是賈赦跟賈正 就是文字輩 那文字輩當然在寧國府還有一個人 不過他早早要去成仙去了嘛 對不對 他才不理這件事情是不是就賈禁 所以他完全不干涉這件事情 所以老爺們指的就是賈赦跟賈正 那他們已經議定了 他說從東邊一帶借著東府裡花園起 請注意東西的這個座落的方位 然後東府裡花園起轉到北邊 一共丈量準了有三里半大 可以蓋造省清別院了 好啦 所以可想而知 這三里半大我們上次都就說過了對不對 如果把它當作是一個正方形或長方形 然後要算出來秘積大概多少 反正北京中央公園的89%的大小 那問題就在於這裡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大約的 一個空間的說明 可是可是來 我們要開始畫畫了 雖然我的畫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 不過你們一定要恭維知道嗎 對 因為沒辦法 好 那所以東府就是寧國府 他說藉著東府裡的什麼花園裡 東府有什麼花園 回答不出來 好 東府有一個本來就有一個花園 這個是在 好 這個一定要請你們看一下 因為它對於這個園基如此之重要 也有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根本的 本質性的意涵 來請各位翻到 這一頁先不要蓋掉 我們等一下還要再回來看 那麼但是這個花園是誰 叫什麼名字 它有什麼重要的特色 所以我們得請各位來翻到第十一回 好不好 請各位翻到第十一回 那麼這第十一回呢 剛好就是發生那個寧府怎麼樣 在慶壽城所以排家宴有沒有 然後呢 所以王熙鳳王夫人等等 就來到寧國府接受他們的這個招待 然後是不是還聽戲 還記得 從雙關告一路下來 每況愈下 好 那麼請你們注意 就請翻到182頁 前面呢我們作者就用了一段 非常漂亮的編文來描述這個花園的景緻 請注意 這就是在寧國府 然後這個花園非常的美 什麼什麼疏林如皺西風榨景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 非常的漂亮 什麼黃花滿地 這裡面其實充滿了那個抒情的意境了 好啦 所以請看正文的部分 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緻 一步步行來讚賞 所以你們就注意喔 王熙鳳是何等人家出身的小姐 那麼他竟然對於眼前的這個花園 還一步步欣賞可想而知 是不是真的就是如同人間仙境了 對不對 這種人家的眼界是很高的 你要讓他能夠這樣欣賞 那絕對是非比尋常 好 問題是後面就出現了哪一段情節 我們就不再多說了 好 是不是就是賈瑞 就想要來做一個情色的試探 有沒有 就所謂的起銀心 而這個地點請你們要注意 這就是惠芳園 好 這個叫做惠芳園 我先畫在這邊 等一下會告訴你們原因 然後這個惠芳園名字有在別的地方出現過 但是我們現在就不告訴你們了 然後你們自己回去注意一下 那重點是在這個地方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好 你們先心裡面有一個概念 接下來請看第183頁 我們王熙鳳的虛擬尾一番之後 終於把這個色胚給打發掉 給敷衍掉之後呢 請各位來看一下第三行 他就慢慢的走著啦 然後就問了那些很著急的 因為他不見了 我們主子不在 我們點戲呢中間就受到了言大 所以他們就跑來找這個王熙鳳 那所以呢 我們王熙鳳就問他們說 戲唱了幾出啦 那婆子就會說已經有八、九出了 請注意說話之間 已經來到了天香樓的後門 那麼寶玉和一群丫頭們在那邊玩 然後所以呢 他們事實上在哪裡看戲呢 下面就是寫到說他就提著衣服 然後呢款布上了樓有沒有 然後就遊士啊 王豬仁就叫他點戲啊 就是我們看過的這一段 換句話說他們看戲的地點在哪裡 就是天香樓 好 所以你們就知道說 原來呢天香樓就在慧芳園裡面 好 而且呢他預示了整個賈府 由聖而摔的這個命運的預告的所在 有沒有 Oracle 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就洩漏給人間的 那你就可想而知 好 所以這是天香樓 而天香樓還記不記得 他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件 是不是秦可欽 淫喪天香樓還記得 好 那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慧芳園實在是 不是一個什麼好地方對不對 雖然很美 但是呢怎麼樣 第一個 他我們 來 我把他寫的寬一點 因為有一些象徵意義還是要寫 因為他的重要事件 事實上都提供的 這些象徵意義的來源 所以惠芳園怎麼樣請你們注意一下 他是不是賈瑞起銀心的地方有沒有 而這個起銀心的對象是不是又是亂倫 對吧 所以當王熙鳳把這件事情 跟平兒說的時候 平兒是不是很生氣 他覺得真的什麼 賴蛤蟆想吃天鵝肉什麼之類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噁心骯髒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亂倫的事件 一直是籠罩在賈府的 那麼輕滅過程中的一種糾纏 不消的一種力量 所以真的我覺得 宏洞事實上是在維繫一個倫理 他認為你這個倫理不維持 這個家族事實上就是沒有救的了 所以連心都敗壞到這種程度了 那這個家族絕對沒有希望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思考 好 所以惠芳園是賈瑞起銀心的地方 而天香樓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 還記不記得就是所謂 你們自己寫完整 就是傾銀喪之處對不對 好 這個是天香樓 所以你就知道說 原來大觀園的一個基本的用地 就是借惠芳園的一部分要注意 不是整個惠芳園都納入到大觀園裡 只是一部分 因為我們到七十幾回的時候 還有提到就是賈真他們呢 跟著他的妻妻們 然後呢這個聲歌答彈 那一直忘了他的責任 因為那時候賈禁已經過世 他必須要手上 手上卻完全不卑欺不簡樸 還竟然偷偷的在那邊玩樂 所以後來是不是引發他祖宗的叹息 有沒有 那個其實裡面就是他們其實在惠芳園 所以惠芳園很大 那麼他只是這個挖出一塊地方來 就作為大觀園的基地 那但是很不幸的是惠芳園天生 就是一個充滿了負面象徵的地方 所以我們請各位再來看第十三回 當這個秦可卿死的時候 這邊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描述 來請各位看一下202頁 請各位看202頁 那麼翻到以後請大家看一下第二行下面 秦可卿死了之後 那個喪禮真的是非常的鋪張 這個當然是他們這種所謂的王府 他們的規模啦 這個是也不能夠說是假家特別豪奢 因為這根本就是他們這個階級 非這樣做不可 那所以結果前面講了一大堆 非常這個浩大的一種這個人力的一種 一種擺一個佈置之後呢 請各位看一下第二行下面 他是停臨於惠芳園中 注意到了嗎 然後呢 但是問題是惠芳園那麼的大 到底停在哪裡 所以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 就在這一頁的最後一段 倒數第四行 他說忽悠聽得情世的丫鬟名叫瑞珠澤 見秦氏死了他也恕住而亡 此事可憾何族人也都讚嘆 此事當然可憾嘛 有哪一對祖仆的關係是好到 你死我也活不了 有嗎 沒有啊 連子涓對於林黛玉 這樣忠心耿耿這樣的深情如姐妹般 其實也沒有做到這種程度對不對 所以瑞珠的死呢 也是被感到懷疑的 就是說這個已經也是跟那個賈禎 跟對於秦可卿的死過份悲哀一樣 都完全超乎人性的情理 所以有人認為 好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補充 我覺得這個推測恐怕是合理的 就是說首先我們跟各位講過 以賈家這種大家族 公媳叫通姦容不容易呢 絕不容易 所以一般的所謂的逼姦說是不可能的 要注意這一點 公公雖然是倫理輩分比較高 可是你要逼你的媳婦去做這種 荒天下之大唐的亂倫世界 那有很多很多的障礙 你們要注意不只是心理障礙 以及外在環境的障礙 所以恐怕 對不起我要講難聽一點的話 就是恐怕必須是合間才有可能 因為雙方配合 然後旁邊的丫鬟們要跟著 因為我說過這種大家族 周圍是不是隨時有很多的人的 尤其是貼身丫頭掌管你的 所謂的那個灌木拆還 你貼身所有一切都是丫鬟們在管的 你們知道嗎 因為那種所謂的千金小姐 金之玉業 他們是不能動手的 那個是他們所謂尊貴者的義務 所以你不用羨慕 事實上他們也是被那樣的階級所規範 所以如果沒有旁邊那些人的配合 這是幾乎是不可能的 何況我們的秦可卿的叛詞 不是說得很清楚嗎 所謂的情際相逢必主贏 情際相逢就是他們是兩情相悅 所以在在都是證明他們不管是主觀 或者是客觀環境 都是在這種狀況底下才有可能 所以既然如此 所以瑞珠跟下面的那個寶珠 恐怕呢都是掩護這個亂倫事件的 不可或缺的助手 所以當這件事情東窗事發之後 秦可卿得死 旁邊的這些人大概也一個都逃不掉 因為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所以就真的是身敗名裂 所以瑞珠的處處而亡 恐怕也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他也不得不以死謝罪 因為你幫助你的組織 做這樣的難看的事情 家族蒙羞恐怕也會成為這個家族 毀滅的一個重大的打擊 那這如何能夠寬恕 所以他的處處而亡 我覺得這樣的理解是可以解釋得通的 好 可是無論如何至少表面上要掩蓋 所以賈珍就以孫女之理來的這個戀病 請注意 一併停臨於惠芳園中之燈仙閣 所以換句話說大觀園 那個惠芳園 對不起 惠芳園裡面除了天香樓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燈仙閣的地方 那燈仙本來是一個好的意思 我們人最嚮往的不就是可以長生不死嗎 可以羽化燈仙 但是這裡的燈仙很明顯在這裡有了雙關的意味 就是死亡 就只是對死亡的美稱叫燈仙 所以你看這裡就是所謂停臨的地方 好 所以各位同學就請你們注意一下 單單這兩個地方 我們大概就知道惠芳園 他作為一個這樣的所在 他提供了部分的原地 那麼作為大觀園的這個機局 那麼當然某個意義來講 大觀園他先天上就不能免於惠芳園的若干性質 而他有什麼性質呢 請注意這裡面事實上到處都在反覆強調的是兩個核心 就是色情與死亡 對不對 你看嘛 那麼燈就是色情 對不對 那麼燈上的上跟這個停臨全都是死亡 所以色情跟死亡之間是糾纏在一起的連身體 那麼他告訴我們說一個不正當的情色關係 他必然會導致毀滅 那事實上這個是我覺得有幾個很好的論文 都已經做了一個得到這樣的結論的研究 所以我們簡單先做這樣的說明 所以簡單說惠芳園他所提供的這個基地 基本上他就是要以某兩種非常可怕的力量 作為大觀園的先天性質 也就是大觀園終究不能擺脫的 已經變成他的血肉的一部分的那個因素 那就是情色跟死亡 而這兩樣東西 怎麼可以讓大觀園這個美麗的淨土能夠長久呢 所以一開始你會發現這些很多的設計都註定 大觀園事實上的永遠擺脫不掉 現實的醜陋的一種干擾 而這現實的醜陋注意一下 非但不是所謂的封建專制 而是人性本身的敗壞 所以這個請你們先注意一下 這個是東府所提供的一個基地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 因為黑板大小不夠 那麼所以我們把東府這邊移到這裡來 那剛剛已經提到過了 至於所謂的西府就是榮國府 那麼他也參與了大觀園的基地的 怎樣的一個提供呢 我們再回到第16回 來 我們再來看這個第16回 這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做完補充 然後再來看榮國府這邊的狀況 在244頁這一邊 來 請各位看一下 好了 當他們大致做了這樣的一個圈定 基地之後 那麼賈蓮就說 來 請看到數第三行 他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 總而言之他認為 政經是這個主義才省事 他認為這一個基地選得很好 為什麼呢 請你們注意一下 他們當然不會關心他的象徵意義 對他們來講務實是最重要 或者是合乎那個世界的 現實原則是最重要的 怎麼說呢 第一個 蓋造也容易 要注意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就在自家的土地上 因為你如果選一個比較遠的郊外 單單是那些土木材料各種人員運輸 是不是又增加很多的花費 所以請你們注意 為什麼選這個地方的第一個考慮是省事 蓋造容易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說採至別處地方去呢 那就廢事了 對不對 因為空間遙遠 好 那麼增加很多的成本 可是下面講的是第二個原因 請看一下 寫到不成體統 為什麼你選另外的地方會不成體統呢 請注意喔 請注意喔 下面他立刻再強調說 你就回去跟老爺們說這樣很好 那麼如果老爺們還要再改 權杖大爺建築 這個是 另外就是說你一定要攔住他 不能夠再換 為什麼呢 萬不可另循地方 欸 這就太奇怪了 所以他不是只是貪圖省錢省事 他是還要去照顧一個所謂的體統 所以你如果要成體統 就絕對不能換地方 那為什麼 所以請注意一下 這個這一點是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為什麼要蓋一個省清別墅 名字已經告訴你了 他會回來省清啊 他是要來看自己的親人 那親人在哪裡 當然在家裡啊 結果我回到我家看我的親人 竟然還要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這當然不成體統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在自己的家 所以你們注意一下 就是這兩個原因 使得他們必須在榮寧二府的 既有的府宅裡面去找一個比較適合的地方 好 所以東府就在惠芳園 因為你要注意喔 惠芳園在哪裡 先簡單說一下 在東府的靠西邊大約是這樣子 東府如果大約是這樣的大小的話 惠芳園大概是站這一區 他是臨近那個榮國府 那再一來呢 為什麼我要這樣畫的原因是 《紅樓夢》裡面有一些描述 我覺得彼此是衝突的 所以我實在沒有辦法告訴你們說 到底他確切的地點 因為你們知道嗎 榮寧二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家族精神中心 那就是宗慈 那個非常的重要 凌容二公之靈是不是就住在裡面 常常出來巡視一下對不對 看一看我這些子孫們 像不像話還要再操心 你看死後都還要操心真是可憐 好 那麼那個宗慈在哪裡 就在差不多是靠這個地方 因為他一定是兩府中間 那麼才變成是他們共同的信仰中心 所以大約是這樣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當第七十幾回 我們剛剛提到說賈征率領妻妾 還在那邊通宵達旦的享樂的時候 祖宗是不是就叹息了有沒有 好 那那個叹息是不是你看 就是接近宗慈嘛 了解嗎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看到其他的相關地點 所以你看他就在祖宗的眼皮底下 那樣的不守禮教 所以祖宗就感嘆到真的是死不瞑目 好 所以大約是這樣 所以因此這個惠芳園才能夠提供一個區域 然後跟西府這邊所提供的區域連成一氣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就在那個246頁這一段是最重要的 他提供非常多的訊息 所以請看一下在那個246頁的這個第三段 也就中間這一段 適早甲連起來 因為他們開始要動工 好 那這個是一個大工程 所以他們就要開始具體付諸行動 那要開始丈量 要開始做具體的規劃 所以就在這個這一段的第三行的時候 來請看一下各種土木磚瓦經營同席 就已經搬運移送不歇勞 可是下面是跟我們的基地 很重要一段來描述 請看先令匠人猜明府惠芳園的強緣樓閣 所以很明顯 那麼原來明府這邊的惠芳園 他在跟西府之間事實上是有圍牆隔開 所以現在先把這個圍牆先打掉 所以就可以撥出他的一塊空地 那這塊空地就可以跟西府這邊連在一起 那所以繼續往下看 直接入榮府東大院 好 所以我們現在西府畫的大一點 因為感覺起來好像西府比較重要對不對 好 那西府大概是這樣子的 他有所謂的東大院 我們畫的不精確 我們大約知道那個方位的意思就好 他說這邊的那個惠芳園拆掉圍牆之後 就可以直接通到這個西府的東大院 那當然東大院這邊的牆也要拆掉 那你看我中間故意 我這樣畫是有原因的 繼續往下看 那麼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 盡已拆去 原來不只如此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畫法還不夠精確 我們畫的實在很不精確啦 不過大家知道意思就好 所以原來東大院外面 他本來有一個圍牆 好 這個圍牆的外圍 這邊有一帶這個叫做下人群房 換句話說各位你們就可想而知囉 因為下人們他們基本上是屬於賤民嘛 對不對 就是奴仆 所以他們住的地方 絕對不可能是在什麼深宅大院裡 不可能他們是在甲府外面 你看是圍牆外面 那麼蓋造一個聚集大部分 奴仆丫鬟所居住的空間 那麼你就可想而知 其實賈府的單單以丁來算 以丁來算就有多少 第六回劉姥姥進榮國府的時候 我們作者不就做了一個描述嗎 說賈府人口雖不多 那麼從上到下也有三四百丁對不對 那這還不算女眷 還不算小孩 所以你就知道說人口很多 那他們大部分住在哪裡 那麼除了隨著各個主人周邊 安插的那些日常服飾的人員之外 他們其實基本上就是住這種下人群房 所以都是在圍牆外 那你就知道這樣圍牆外的一個 建造起來的空間 然後又要住這麼多人 是不是就有點像違章建築 所以很擁擠 而且當然簡陋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你看這麼一來 下人群房也要拆掉 那當然這邊的全部都拆掉 可是中間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們來也考慮進來 來請各位看一下 當日寧榮二宅雖然他們都是同胞同族 然而畢竟已經分房 所以各自獨立 那麼梁府的建築中間有一個小巷 階段不同 因為這樣多少可以保有各個家族的獨立性 所以請你們看一下 中間這個柱子不能寫 這邊就是小巷這樣好不好 所以你看喔 就是把匯方園西邊的這個圍牆拆掉 那麼就畫出一小塊空地 然後跟這個小巷就打通 同時再把下人群房拆掉 就直接接到東大院 那什麼叫東大院 你們如果從這個 我們給各位看的這個人物關係表而言的話 你們就可想而知 東大院事實上就是誰住的地方 好 我們的螢幕就給大家看一下 東大院就是誰住的地方 好 這個很重要啊 因為你們看一下喔 榮國公 榮國府這一邊 他的那個分支比較多 那當然以南系為主 好 賈敏已經架出去了 我們這個只是為了說明他的人物關係 所以畫在這裡 事實上榮國府主要就是 以榮國府來講就是東跟西兩支 那東大院就是誰住的 當然就是賈舍啊 對不對 賈舍是長房嘛 以前不是跟你們說過嗎 居長的一定是住東邊 所以寧國府會在東邊的原因也在這裡 好不好 好 所以你就知道說 所謂的東大院就是賈舍的居處 所以賈舍也讓出一小壞地方出來 那麼還有別的證據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看喔 好 總而言之 所以你看各位往下看喔 那麼如此一來呢 來繼續我們246頁這邊好不好 好 當日寧龍二宅 雖有一小巷階段不通 請注意 然這小巷其實也是私地 這個是假家的 不是公有的 所以並非官道 可以連署 所以我可以打通我自己的家族 要重新規劃 那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那下面就請你們注意一下 先跳過一句 我們不要跳過好了 因為這段話也很重要 就是惠芳原本是從北拐角牆下 引來一股活水 所以現在也不用再引 要注意 我是到最近才突然發現 原來惠芳原可以從外面 引一股活水進來 這也是一個非比尋常的設計 好 那這個我們等到那個 大觀園的流水設計 這個單元再說 總之所以一切都是現成的 然後呢 他說注意喔 山石樹木雖然不復使用 不過假設柱的乃是榮輔救援 其中逐樹山石以及停泄欄杆等物 皆可挪救前來 那如此兩處又淨湊在一處 就可以省得許多的財力 那麼縱然不夠呢 鎖天也有限 有沒有注意到 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這個東大院是不是確實就是假設的救援 然後呢 因此不但提供這個基地 連這個基地上面既有的那些山石樹木 是不是都可以就是就地使用 就不用再增加 好 所以這些當然都有象徵意義 因此我們請各位注意一下 從整個那個大官員的基地的一個選擇來說 我們請大家就來看看 榮國府這邊所提供的基地呢 事實上在他原始的一個使用上 他的活動性質 他的使用方式 這些都是他的一個象徵意義 或他的本質的一個規定 那麼他本質規定了什麼呢 所以我想我們的這個說明簡單 給大家做參考 首先你可以發現 慧芳園他提供的是情色與死亡 那麼榮國府這邊所提供的呢 第一個是不是就是下人群房 對不對 第二個呢就是假設的救援 而這兩者之間 當然也都有他們的一個現實的一個取向 那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 這個下人群房呢 他基本上是近乎違章建築式的一個擁擠草鬧 而且基本上真的不要忘記 這些身為奴仆的一個服侍人的這樣的人員 他們可不可能受教育呢 不可能啊 連情文習人都不認識字 這個在他們日常生活中有提到過 像不認識字的 那麼不要忘記不認識字就不可能讀書 不可能讀書就會流入什麼 世俗 所以這麼一來呢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空間 就算有幾個比較脫俗的靈魂啦 但是呢你就不能夠改變 整個的空間呢 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一個生活淺層 然後為了謀生 然後呢因此呢 他所表現出來的大概都是一些 生物的本能或者是一種生活的原諭 那吵吵鬧鬧紛紛擾擾 然後呢可能就只不過就是把生活過下去 大概就是如此而已了 所以我想這就是現實世界 我們一般人也許可以把榮華富貴無限升級 不過基本上都是在一個 所謂生物本能跟生命原諭上面停留而已嘛 對不對 好 那我想這個是下人群房 這個基地他所提供的一個先天的威力 那麼這個東大院的部分呢 因為他就是根本就是接近假設救居 或甚至就是假設救居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實在有一點輻射污染的意味 所以你們剛剛在偷笑 大概是看到這句話 怎麼說呢 因為假設這個人是怎樣的人 你們知道嗎 我這邊沒有寫喔 好 有 這邊 這邊有一個太好玩的事情了 來 二知道人 好 我們見過他 他是對紅樓夢的評論很有名的一位 很多地方真的有真知著見 他就把甲府裡面的一肝難性 就做了很多的這個比喻 然後都很有趣 他說呢各種的好色之圖喔 就是在假家裡面到處都看得到 可是每一個人的色的類型不一樣 他說假設呢是色中之立鬼 好就是說太好色了喔 然後呢 什麼 我忘了他好像提到說誰啊 某個男生是色中之頑皮鬼 另外一個是色中之什麼什麼鬼 反正就一堆鬼這樣子喔 然後就覺得很好玩喔 那他把那個假設呢 我已經把他唸假設了 好 知道嗎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色老頭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是色中之立鬼 這毫無問題喔 然後呢 朱蓮 朱蓮是清末名出的另外一個評點家 他引述這段話之後 他再加上別的類型的色鬼 那當然寶玉也是其中一個 然後假蓮又是什麼鬼什麼一堆 很好玩 好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為了好玩 我們趕快上大觀園 好 那他的好色到什麼程度呢 你看連平兒 欸 連平兒欸 他是不是一個很持平的人才叫平兒嘛 然後這個人講話是很公道 很懂得分寸的人 但是他都忍不住要批評了 你就可想而知 為什麼假設被視為色中之立鬼 是絕對有道理的 他就針對假設要搶取鴛鴦這件事情 他就批評說 他說真真這話喔 論理不該我們說 確實嘛 你一個下人怎麼可以批評組織呢 這個是他們的封建倫理要遵守的 可是他說實在是忍不住啊 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 略為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 對吧 結果呢搶取鴛鴦不成 他後來是不是又花了八百兩 又去買了一個妾有沒有 十幾歲的妾 你覺得這個人真的是 真的是 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我們要罵人都找不到話 總而言之所以連賈母是不是都生氣了 對不對 你都已經年紀這麼大了 也不保養生殖到底在幹嘛嘛 所以連那個賈母都實在是看不下去 你就可想而知這個假設被叫做色中之立鬼 好 這個請你們要背起來 好啦 結果呢 結果呢 你們看一下嘛 下人群房提供的就是一般生活最淺層的 那一種人性的內涵 好 那東大院這邊呢 或者接近或者使用的是假設救援 而且用的就是他已經沾染過的山石樹木 你知道被他摸過的東西一定都被污染 好 所以呢 這裡面就有輻射性質了 隱藏在這個東大院土壤裡面的 不就是色中之立鬼所留下來的 許許多多的英素化的種子了對不對 好 所以將來呢 可能在有雨水有什麼特殊機緣的灌溉之下 那麼惡之花就會再度綻放 然後反過來 那麼就摧毀這一個女兒的淨土了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這些基地的一個選擇 真的有這麼樣的一個含義 而且你看嘛 就是人性裡面 大概就是最庸俗最膚淺的一個內容 來 各位看一下我們這個螢幕 請你們注意 為什麼我覺得東大院 其實應該就是假設的救援 或者是他們中間 其實應該有高度的重疊的原因 是因為請大家注意一下 假設柱的這個東邊院落呢 注意他雖然在倫理上面 是所謂的長兄的那個方位 但是實際上他並不具備很尊賢的意義 那麼如果各位還記得第三回 我們林黛玉呢 剛剛進這個賈府的時候 你們注意一下 他拜見這個母舊的這個過程中 你會注意到他透過他的眼睛 我們所看到的假設呢 所住的是請你們看一下 他的房屋願雨 他就推測說一定是從容府中花園 隔斷過來的 請注意這句話 所以容國府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個花園 對不對 但是那個花園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佈置 老實說我也實在考察不出來 可能跟假設本身那個花園也有連帶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每一個 尤其是假設他所住的地方 又是一個獨立的院落 很奇妙他往下看好了 他說呢 他是整個那個建築的一個規模中呢 然後特別經過一個什麼樣的設計 然後他借了這個榮府那邊的花園的一個 一個特殊的一個走向 然後再用一個隔斷的方式 然後自己再獨立形成一個院落 所以他說其房屋願雨 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 那麼進入三層宜門 所以你看他是一個獨立的院落 所以他的那個門有好幾層 進入到三層宜門 果見正房 郎無遊郎 那麼湘無遊郎 西皆小巧別置 不似方才那邊宣俊壯麗 所以你們就知道什麼叫那邊宣俊壯麗 其實就是那個賈母那邊啦 賈母所住的其實 來我剛剛畫這個圖 就是要順便讓你們來看 賈母當然是住在整個榮國府的正中間 而且那個叫做大房正房是很大的 然後賈正是跟他住在一起 那就這裡來講請各位要注意一下 這又跟中國文化傳統當中的 那個母權又有關係 實際上我們雖然是以敵長為尊 但是因為母權的原因 所以假如母親自己比較偏向誰 他其實是有選擇權 就是我可以不要以敵長 作為我的第一唯一考慮 那在這裡就是如此 那那個賈舍我要在這邊補充一下 賈舍他這麼奇怪 他是賈母的長子 但是為什麼他竟然不是跟賈母呢 住在整個榮國府當中呢 最所謂的宣俊壯麗的那個正房大房 而反而是另外獨自去住在東邊 那於是有很多的學者 就在這邊做了一些推測 那那些推測我都不同意 因為有一個說法是說 這裡面可能有一個原因是 假設是術子 術子就是說他不是嫡母所生 不是正房所生 那所以呢 於是所以他就不被重視 所以就到東邊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 你們知道嗎 因為榮國公的那個爵位一路承襲下來 在文字背的這一代是由誰來洗絕的 第二回的仁子欣演說榮國府 就說得非常清楚是假設 那麼在那個習絕的這一套制度原理上 他一定要敵長子 而且以清代的那個習絕的身分規定 也必定是敵長子 那是絕無可能用數字來習絕的 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推測是完全不符合 不但不符合清代的那個 那個侯爵的一個世襲的規範 也甚至根本就違反中國傳統 這一種這麼重要的一個所謂的 公侯伯爵的這種身分的傳襲的原則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絕不可能是術子 那有人又認為說呢 那個是這個可能假設又是什麼侄子 外甥一大堆 他就用各種說法來解釋這種現象 那當然都非常不合理 因為敵長子就是敵長子 那沒有什麼其他可以說的 所以我認為有一個解釋是最理想的 那就是他是敵長子沒錯 可是賈母是不是全府的最高權威 那順便告訴你們 金濟水先生在他的那個王府生活實錄裡面 我統計過他至少寫道過兩次 在不同的重聽或不同的續寫的那個層面上 他反覆提到兩次 他說我們家地位最高的就是祖母 好 那當然他必須是喪夫啦 要孤辭存婚 可是無論如何這一種女性 年長的女性 伏計 尤其是這種所謂的正配夫人 他們權力是最高的 那麼加上母權那不用說啦 他覺得我比較喜歡賈政 而且賈政確實也比賈社值得疼愛嘛 對不對 假如這個家交給賈社來管 你們認為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用三天就倒了嘛 對不對 看他的夫人是誰 刑夫人是不是整天就在苛扣對不對 連一兩銀子都要苛扣他的那個 那個應該叫做什麼 他的侄女是嗎 那個刑秀燕不是來住到大觀園 那王熙鳳疼愛他 覺得這個孩子很不錯 所以他比照其他的小姐們的那個奮力 每個月也給他二兩 結果刑夫人就是說 你住在這裡用不到那麼多啊 你就拿一兩出來 你看連這個他都要苛扣 真的小戶小家的那種格局到這種程度 然後整天是不是其實 為什麼他幫著假設要搶取鴛鴦 目的是什麼 因為鴛鴦不就是賈母的鑰匙嗎 你如果拿到這把鑰匙後面有多少東西 就可以通到你家去了對不對 都在打這種算盤 所以應該真的是非常比例 非常貪婪非常自私的一家人 果然 果然有一個成語我後來才發現 因為我們前幾年台灣社會 因為某個緣故常常使用 然後所以那個諺語我就 我就覺得耳熟能詳 後來赫然發現在支批裡面也看到 原來清朝舊有 那個諺語叫做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聽得懂嗎 不是一家人就不會走同一家門進去 意思就是說 哎呀你們這一家人會是一家人喔 一定大概都是那個樣子啦 好不會說其中有一個人 特別出乎你而不然大概不會啦 所以支批就已經這樣提到過了 所以呢你就可想而知 這一對夫妻就是假設這一對夫妻 他們盤算的是不是都是個人的私利對不對 然後整天寄餘的 可扣的都是這種算盤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喔 甲母眼光是很銳利的 他並不因為他是母親 所以就蒙蔽了他的眼睛喔 他對這些孩子 孫子們 孫女們 事實上呢是看得非常的清楚而入理的 所以呢他當然知道 給假設是絕對不行的嘛 除非你要自絕墳墓對不對 那所以當然給假設 那於是果然這個家還撐了很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一方面確實假設本來就值得托付 所以呢給他禮家 同時也跟他就住在一起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呢你就可想而知喔 我覺得這個用母權來解釋 就非常合情合理喔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一個大觀園的所在地 他原初的一個建築的設計 那大家就知道說對 他因為他就是一個雖然習的絕 但是呢他事實上在這個家族裡面 地位確實是比較不高 因為賈母比較冷落他們的原因 所以呢連帶的就反映到他們的建築上 所以呢他的建築就比較小巧別置 當然也很好 對我們今天來講的人 大家也覺得豪門了啦 但是以賈府的規模來說 他就比不上正榜 也就是賈母那邊的宣俊壯麗 而且請你們注意 這就是我們下面所要說的 其院中隨處之山 樹木山石皆在 所以你看他們本身也有 很漂亮的一個附帶的花園 但是呢我要請你們注意的是喔 這邊支批又有一段話 他說這個呢就是為大觀園服賣 欸這就有趣囉 所以我們剛剛說這裡的東大院 直接整個圍牆打通 然後跟匯方園的一部分合而為一 事實上他應該就是利用了 賈舍所住的救援 而不只是臨近 所以其中的這個什麼山石樹木啊 後來是不是也就直接就地取財了嘛 對不對 為了省錢為了什麼 所以事實上他跟賈舍又脫離不了關係 而且支批就告訴你 這個賈舍的救援 賈舍的居宿是為大觀園服賣 可想而知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基地裡面 在變成大觀園之前 他們的使用空間以及使用的方式 是不是大概都跟色情跟死亡 脫離不了關係 假設不是一個色中之厘鬼 從此我們就叫他假色就好 好 我們的台灣的國語 是不是常常就是知識不分對不對 其實那個很容易分啦 我們只是平常沒有這樣仔細去分辨 所以從此之後我念假色 絕對不是我用台灣國語分不清 是我故意的這樣知道嗎 因為他是一個色老頭 好 然後總而言之 所以你看嘛大觀園好悲哀喔 他的作為全部小說的一個主 之主的這個原機竟然呢 鬼隱闖闖 然後呢無處不滲透 都是這些骯髒的醜陋的這些人心 跟他們的人性 好 所以這麼一來 大觀園當然必然毀滅嘛 我總是忍不住有一個比喻式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覺得大觀園的土壤裡面 固然綻放出很美麗的花朵 可是裡面夾雜的很多音速花 然後最後那個毒啊就慢慢的成熟 慢慢的就發揮了他強大的威力 以至於大觀園最後也會因為情色的關係 而導致他的本身的死亡 不要忘記大觀園的毀滅的最重要的一個徵兆 甚至是他由勝而衰的一個里程碑 就是什麼 就是超減大觀園 可是為什麼會超減大觀園 就是繡春囊的出現嘛 所以那個夏志欣先生 就是美國的漢學家 他就把那個繡春囊乾脆就比喻做 侵入到伊甸園的那一條蛇 就是所以他的出現就導致大觀園的毀滅 那因此你不能怪王夫人 因為這個是大觀園本身必然要面對的 由時間所帶來的問題 因為時間會讓人成長 成長必然帶來性成熟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觀園根本先天上註定 他是不可能長久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很清楚的看到情色與死亡 是怎麼樣互相結合 那麼由前生到現職 然後如此之糾纏 如此之附合在一起 好 所以我們把這一個部分看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請各位注意到下面有一段話 那這個因為剛剛所說的是 我多年來就已經分析過的啦 後來讀到一本書 然後發現他也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一併來參考 這個是一個呂美的一個學者 不過他後來已經契學從商 已經到華爾街去了 那麼對對對很有趣的一位女士 那麼這位易景生先生呢 他也注意到了 所以我們把他的話也念一下 他說曹遠芹用詩詞用畫面 用造員家的專業知識 清楚地告訴讀者 大觀園是建立在情勢的會方園 和假設在榮國府的一個舊花園的廢墟上 而請注意他認為呢 自我縱容是這兩個原子的共性 對不對 然後呢 根據就是都自我縱容嘛 他們不守我們這個世界的禮教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規矩 然後呢過分的那麼讓自己縱欲 那麼甚至就導致他們個人的敗壞跟死亡 那他說根據小說的前幾章 那麼他說精美的會方園 是寶玉被誘惑的起始 也是賈瑞對王熙鳳產生浴火的場所 這我們剛剛都講過 那為什麼這邊講說寶玉被誘惑的起始呢 指的是說寶玉是不是住在秦可卿的房裡 然後是不是就是神猶太區的幻境 結果呢就遇到了姦美密授與雨之樹 有沒有 而那個秦可卿的房間的布置 是不是都充滿了情色的意味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沒注意到的話我們現在順便看一下 我覺得實在是不怎麼好看 好 來請各位看一下他在第五回這邊 所以事實上如果我們加入到 秦可卿房間的擺設的話呢 那麼秦可卿這個人的縱欲的性格 事實上是更被明確化了的 所以他會跟賈真有這樣的不倫關係 事實上跟他高度的這一種性需求 恐怕也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才會什麼秦祭相逢 碧祖營啦然後什麼之類的 還有別的證據我們以後再補充 但是現在先回到我們的這個秦可卿的房間 在83頁第五回 來請你們看一下 就在第二行就提到說 秦可卿的案上是設著武則天當日禁室中所設的寶禁 這看起來好像無關透氧 其實不是 要在房間裡面裝上鏡子 這些都是跟情色有關的刻意的設計 所以會在一些什麼hotel裡面看到 這樣好了嗎 請允許我不再多做詳細的解釋 好 再來另外一邊擺著飛燕立著五過的金盤 欸 趙飛燕在歷史上聲名狼藉啊 蛤 是以什麼樣的形象而著稱 我們上次有講過啊 不是啦 不只是在那個盤子上面跳舞的啦 那身輕事宴 不是 他的聲名狼藉不在於他的身材 而是在於他的好色跟重慾 好 那麼在跟東漢以後大概到季 有一些相關的傳聞 那麼都指向說趙飛燕是一個非常淫爛的女性 那他甚至是來著趙丹全收 他的入木之兵可以尚從那個公卿大臣到 到浴廚裡面去送菜書的那些拉車的小子 這樣知道嗎 所以很誇張的一個人物 因此他真的是聲名狼藉 那後來當然這個下場就很慘 好啦 所以這邊用趙飛燕不只是在說他身輕事業 事實上也是在利用趙飛燕他的這一種歷史的形象 當然我必須跟各位再做一次的澄清 並不是用趙飛燕一定都是講他的好色 否則第27回的回幕就會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第27回的回幕就是用趙飛燕來比喻誰 就是林黛玉啊 有沒有 蠻香腫飛燕氣長紅 所以請注意一個作家在哪一個段落 用了哪一個典故 你一定要case by case的去看 不能夠這樣子的混通 不然又會造成很多的無謂的紛擾 那這個就請大家注意 那下面呢 尤其他立著五過的金盤裡面呢 果然成著又是安禄山直過 傷了太真乳的木瓜 這種部位都已經讓人產生不當的聯想 對不對 何況又跟安禄山跟楊貴妃有關 總而言之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很不好講 可是我一定要跟你們講 因為這個是我們很多的讀者 喜歡聽八卦的那個心裡所產生的傳聞 我們總認為安禄山跟楊貴妃有染對不對 你們不是很多人都是這樣以為嗎 事實上這是大錯特錯 那個完全都是妝農盡驚好不好 然後我們喜歡聽聽那些宮中 那些原來他們也不過如此 他們好噁心喔 那些八卦 我們聽了就很開心 滿足那個平民的心理 其實不是 絕對不是 事實上告訴你們跟安禄山有染的是 楊貴妃的八姐就是那個國國夫人 跟國國夫人有染的還不只是安禄山 還有一個是連杜甫都已經給我們親筆認證的 那個人是楊國忠 有人已經開始覺得奇怪了 是的是亂倫 好 但是楊國忠在血緣上 是不是楊家的人啦 他是茂姓楊 但是無論在身分上 在一個家族的那個身分的認定上 他確實是楊貴妃的哥哥 也就是國國夫人的哥哥 所以他們真的是滿混亂的一個家庭 所以不是 不不能亂用 好 總而言之 那但是問題是就在這種 一般人喜歡八卦的心態上面呢 就會生會飲 然後添加了很多事實上 是不當的 沒有具體根據的那些傳聞 其中就是說 因為安禄山跟太貞有染 結果因為他們的這個性愛關係太激烈了 所以安禄山的手就抓傷了楊貴妃的胸口 結果這下子可慘啦 這邊留下了這樣的抓痕 尤其我們唐代的宮中侍女 他們穿的衣著是不是都是漏胸的 對不對 跟宋代以後就不一樣 他們比較開放他們是漏胸的 那這下子這個抓痕不就是被火逮嗎 這個是一個活生的證據怎麼辦呢 據說楊貴妃就非常的煩惱 要怎麼樣遮掩過去 他就想出一個辦法 他就把原來貼在額頭上的花黃呢 改貼在胸口遮住那個抓痕 然後這樣出去就不會立刻被發現 沒想到呢 出乎意料之外 竟然因此而在宮廷當中 引發新一波的時尚流行 好 因為大家就覺得 欸 這樣好好看 好有趣 所以大家就跟著模仿 都在胸口貼花黃這樣子 各式各樣的造型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傳聞 但當然不是事實 可是我為什麼要講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曹月芹就是用了這樣的傳聞 他為的是要來烘托塑造秦可卿的好色 但我必須為楊貴妃說句公道話 他並沒有做這樣的事 絕對不能夠把禍水就這樣子來污染他 那當然第二個要跟你們補充的是說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聞 而今我們還留下了一個常用的 雖然你們可能已經都不知道了 因為歷經這麼多年的改革 有很多基本常識你們都已經不知道了 連什麼忠明鼎時都不知道 讓我非常的意外 所以接下來這個成語你們不知道 我就要來這邊做補充 就是因為這個荒誕不驚的故事 反而創造了一個成語叫做露山之爪 手爪的爪 這樣懂嗎 那露山之爪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比我們現在在新聞報道裡面 用的那個詞要好太多了 文雅太多了 蛤 露山之爪的意思就是色狼的手啦 然後就是進行性騷擾的工具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那我們現在新聞上常用的是什麼 賢豬手真的滿難聽的喔 很粗筆不要用 你就改用露山之爪吧 比較有學問一點好 總而言之 請各位來看這個第83頁喔 好 那麼這個直上了太真如 太真就是楊貴妃嘛 你們知道喔 好 那麼所以就是這個就有不當的聯想 尤其是木瓜用來直上太真如 你們不覺得又有同類類推的那種關係嗎 木瓜有什麼意涵知道齁 對啊 就是台灣數十年前 有所謂的那個牛肉場有沒有 就做了一些其實是比較暴露 比較猥褻的那一種表演 那就有很有名的就叫木瓜秀嘛 那為什麼叫木瓜秀 有人已經在偷笑了喔 就是因為他就是坦兄嘛 好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反正滿低級的一種娛樂喔 所以你就知道說你看嘛 又是直上太真如 直上的部位跟直上這個部位的東西 都有相關性喔 他們造型啊什麼都有相關 所以我覺得秦可卿真的 原來在曹雪芹的設計底下 她真的其實可能就是一個滿好色的女性喔 然後呢下面你看下面又設著 這個壽娼公主與韓章殿下握著她 這裡面也都有情色意涵 然後下面我們就不說了 所以寶玉就含笑說 嘿 這裡好 好 好吧 所以啊 只是我們的寶玉當然他是藝營啦 但是你可以發現他真的就是比較偏向 好 我們就不要多說 真的越描越黑喔 好 所以總而言之果然啊 所以這邊我們再回到剛剛所說的這個段落 精美的惠芳原是寶玉被誘惑的起始 不過其實這句話也不夠精確啦 因為秦可卿的臥室並不在惠芳原 好 所以這些你看所以我們無論如何啦 不必要求全責備喔 他大約整個說法還是可以講得通的喔 好啦 那惠芳原的這個天香樓 他認為還是秦氏跟他公公假針亂倫 他和他死後那麼致意 不是死後啦 死後怎麼致意 就致意而死的地方喔 好 那當然當然這邊我們要做一個補充 那麼天香樓是不是秦氏跟他公公亂倫的地點 這個恐怕沒有根據 這個滿難的 因為叫做樓就表示四面是透空 是一個單洞的建築要能夠做到 我不知道這到底有沒有可能 而且小說中完全沒有描寫到 所以這個恐怕我們可以保留 但是天香樓確實是秦可欽 吟喪的地方 這是芝批說的 那當然我在這邊實在又忍不住 跟你們做一個補充喔 華氏版的彭濃夢連續劇 他在這邊有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編劇 滿有意思的 而且真的可以看出那個編劇非常聰明 非常有巧思 然後他可以把支批跟他所想要 對秦可欽所做的翻案竟然可以結合 懂意思嗎 這很難喔 所以要不要聽聽看 你們去看那個連續劇好了 我只講一點點 不然我們的客佑永遠停在大觀園 總而言之就是他要做什麼呢 他要為秦可欽翻案 就是說他要立保秦可欽其實是非常清白 就跟林黛玉薛寶采一樣 他完全不是這種好色的女性 也不是死於好色 然後但是問題是要是他有注意到支批 支批不是說得很清楚嗎 就因為他死前對王熙夢的託夢 讓人家感覺到他對這個家族的熱忱 跟那一種深謀遠慮的智慧 所以我們的支燕在是不是不忍他死得這麼樣的難看 好 所以他是不是要叫曹遠芹 把這個其中的相關情節刪掉 有沒有 所以孤赦之嘛 赦免他這個罪 不要讓他死後就永遠以這樣子的一個醜名流傳 那麼所以支批說 少掉了他命曹遠芹刪掉的這幾節呢 其中有幾段情節就不見了 還記不記得 哪兩段情節就不見了 一個是宜簪 對不對 宜簪就是那個法簪掉落 另外一個呢 就是什麼更衣 還記得嗎 好 那這兩段情節你如果又要把它編進來 因為曹雪芹刪掉了嘛 我們現在《紅樓夢》沒有這兩段沒有問題 但是呢假設你又要把這一段補進來 但是又要能夠保持住秦可卿 其實完全沒有亂倫的世界 你們認為這真的容易做的事情嗎 我是完全想不出來了 那麼結果這個編劇真的非常的優秀 雖然他的努力必須要說 結果是白費的 因為支批跟曹雪芹已經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秦可卿是因為淫喪而死的 那麼但是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編劇他到底怎麼想 而且呢他高超的那個想像力在哪裡 他就是把宜簪跟更衣編進來 但是呢秦可卿真的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他確實最後也還是要背著這樣的一個罪名 然後到天香樓去上吊自殺 怎麼辦 好難對不對 所以你們去看他的構想 我覺得真的是很聰明 然後呢意思反正我簡單說啦 他就是呢反正就是賈真他突然之間 你們要知道啊一個人要轉換眼光 有的時候只要一個契機對不對 只要什麼所謂的射字頭上一把刀 所以當他呢不再用公公的眼光來看媳婦的時候 而是用男人的眼光來看女人的時候 叫做male gaze對不對 就突然發現 哎呀我這個秦可卿這個媳婦怎麼這麼的美 好 然後呢 於是呢他專門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那一套 是不是就夠可以拿出來用啦 好啦 然後呢我們看這位編劇怎麼做 他就是呢其實是有所意圖的 但是被秦可卿很嚴峻的拒絕了 因為呢他就這個叫人去把那個秦可卿叫來 那公公有命令嘛 媳婦當然不敢不從 所以呢他就也很呼籲公公叫我 不要做什麼事 而且竟然是叫我到天香樓 好奇怪 如果是家務師幹嘛到天香樓去對不對 因為那是在花園裡 本來就不是一個正式的地方 那但是因為公公的一個命令嘛 所以他還是去了 看看情況如何 結果沒想到到了那裡之後呢 你就發現假真怎麼怪裡怪氣的 就是支支吾吾那麼色鈍磁虛 然後也不說到底有什麼事情 可是那個眼光飄污不定 那你知道嗎 這種冰雪冰雪聰明的女性 是不是一看大概就知道了 好 所以呢他感受到這個公公事實上 是有不正當的意圖 於是呢他就非常嚴肅而端正的 那麼就用很這個嚴肅的語氣 跟他的公公說 當然那個用語都非常的合乎禮儀 就跟公公說公公有任何吩咐 媳婦必當如何如何 這句話我都不會說的啦 然後但是呢如果有任何吩咐 是不是就請在哪裡哪裡來這個指示 那媳婦必當照辦 那個哪裡就是不是這種地方了解嗎 那當然被這樣拒絕之後 那這個假真事實上呢 當然也有點灰頭土臉 可是他便沒有放棄 所以呢每當這個秦可欣走過 他當然就覺得哇一位仙女心向往之 然後呢那麼結果有一次剛好就發現 欸地上呢就在秦可欣走過之後呢 竟然有一根髮簪躺在那邊 那這個就是秦可欣頭上藏帶的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於是呢他就如貨至寶知道嗎 反正沒有碰到人碰到他的貼身東西 是不是也有一點點那一種間接接觸的味道 所以他就把他透透藏起來 就藏在他的書房裡 好那每天就拿出來一贏一番了解好 好然後呢當然這樣子不夠嘛 尤其一個人當他不肯節制自己的時候 然後越加放縱 於是他就有更進一步的意圖 他就是某一天也沒有事先的說明 然後呢就很貿然的呢 就直接闖到秦可欣的臥室裡 那裡面不是有什麼 有什麼直傷太真乳的木瓜 什麼寶鏡之類的嘛 結果呢那麼我們的編劇 完全解脫掉秦可欣的這個面向 就是把他當作就是一個非常乾淨 非常靈袖的女性來書寫 那結果呢怎麼樣的場合 可以讓他去蒙壽不白之冤呢 就是他把他設計成為 當賈真闖到那個秦可欣的相規的時候 真的是無巧不巧 秦可欣正在換衣服 就是更衣 這是不是這個情節就納進來了對不對 然後更衣呢就你知道更衣嘛 一定就是要脫掉衣服嘛 所以他就在屏風後面更衣 然後脫下來的衣服 是不是披掛在那個屏風上對不對 那你知道嗎 半遮半眼 比起全開那更要引人瑕疵 所以賈真一闖進去的時候 剛好看到這一幕哇心癢難燒啊 知道嗎 就覺得哎呀怎麼辦啊 怎麼辦到底要不要再進一步如何如何 那之後剛好丫頭們就是寶珠跟瑞珠 出去端水啊什麼的 就是做一些雜事 所以這個整個的那個房間中沒有他人 所以賈真正在那樣的如熱鍋上的螞蟻 正要這個煎熬說 我要不要採取下一步的時候呢 當然秦可欣在裡面換衣服 事實上聽到有人走進來 所以他一直以為是他的丫鬟 然後可是怎麼搞的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任何其他的動靜 所以他很奇怪就問說 寶珠你在做什麼 或是瑞珠你在幹什麼 結果也聽不到尾音 所以他就很好奇了 所以就越過那個屏風探頭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一看竟然是你 就是他的賈真在那邊 當然就嚇到了 說你怎麼會在這邊 然後尤其他現在又是半赤裸的狀態 所以就非常緊張 結果賈真看到被發現了他也很緊張 所以兩個人都在這種非常慌亂的情況底下 所以秦可欣也很緊張糟糕的情況底下 他就趕快就把那個衣服想要扯下來 趕快盡量把自己遮掩 沒想到一扯之下那個屏風又倒了 了解嗎 最下的情況就非常混亂 那賈真既心疼可是又想要有一點記憶部 然後又恐慌又怎麼樣之類 反正就在這樣的一個非常混亂的情況底下 剛好寶珠端著水進來 那一眼是不是就看到眼前的這個場景 尤其沒有前因後果 你只看到這個定格的場景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想到不當的那些地方去嘛 所以也受到驚嚇嘛 怎麼老爺會在這邊 然後情況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也一驚嚇 然後手上拿著東西就掉下去 然後就哐嚷一聲 驚醒兩個慌亂中的夢中人知道 然後這下子是不是有點難以辯白了 誰敢承認說我是別有意圖對不對 你一個主子被你能說嗎 那秦可欣當然不能說我的公公有不良意圖 總而言之就變成在一種 實在是百孔莫變的情況底下 還是賈珍是一個風月場中的高手 他很快從慌亂中了平靜過來 然後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所以他就目露凶光很鎮定的 非常嚴正的對那個寶珠說 寶珠你剛才看到了什麼 好寶珠說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好 知道齁 對 你只能這樣說嘛 那賈珍要的就是這個懂嗎 所以我們大家就在這樣的一個交換之中 其實就是確認你要幫我保守秘密 這樣懂嗎 所以呢 賈珍就走了 那寶珠當然也覺得壓力很大 你開玩笑我寶珠這個秘密 是我承受不起的 這個只要被發現連他都沒命的 那這下怎麼辦呢 所以當然秦可欣也很擔心 覺得說事情已經到這種程度 你下面也該怎麼發展 他也很擔心 所以他又生病了 那結果呢 那反正事情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又發生很巧妙的事情 就是那個尤氏 尤氏不就是賈珍的妻子嗎 他有一天在整理書房的時候呢 哎呀 又是很臭巧的 從那個書房裡面的卷軸裡面呢 正要整理的時候 拿出一個卷軸 竟然赫然掉出了那個髮簪 那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媳婦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下子是不是又百口莫辯啦 這很自然嘛 尤氏一定會心想 我媳婦天天貼身戴在頭髮上的髮簪 為什麼會藏在這種地方 好 我先生的書房裡 這中間你是不是就很容易 聯想到不可告人之事對不對 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氣 拿著那個髮簪 就直接又到那個秦可欣的臥室裡面 就是要去心事問罪 那當然那個時候秦可欣又剛好不在 那段時間他病情稍微好一點 稍微出去一下 所以呢尤氏非常的生氣 臉色怒氣沖沖的 坐在那邊沒有等到他回來 就把那個髮簪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那等到過一會兒秦可欣回來 他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桌子上有一根髮簪 而且是他不見很久了的 那怎麼會突然冒出來 所以他就把丫鬟叫來問 說寶珠到底怎麼回事 剛剛是誰來 他就那寶珠當然也不知道啦 就只說有啊 剛剛只是太太來過 那這個髮簪是他放在這個桌子上的 那秦可欣就覺得更奇怪啦 那怎麼什麼都沒有說 然後呢再稍微的問詳細一點 丫鬟就說啦 對啊 太太什麼都沒有講 可是就是一臉怒氣沖沖 好像非常生氣的樣子 那當然冰雪聰明的秦可欣 又揣摩出若干的玄機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的婆婆這麼生氣 那髮簪為什麼會以這種方式出現 那加上他之前公公的不軌之舉 有沒有 整個連起來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秦可欣落入到一個百口莫辯的 一個處境中 因為他不可能去跟他的婆婆澄清 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是你的丈夫有問題對吧 開玩笑嘛 那所以這麼一來百口莫辯 這個真的叫做跳到黃河裡洗不清 所以怎麼辦 只好當天晚上萬念俱灰 那當然就拎著一根白鱗 然後就走到了天香樓 就自盡而死 所以我覺得這個編劇厲害就在於這裡 他把這個基本上跟情色有關的情節 都收進來 都編進來 但是又能夠呢 保持住那個秦可欣真正的清白 老實說這點是滿不容易的啦 可是當然我說過 這個不是曹雪芹的原意 只是我希望你們可以 有想像力的同學 你們可以在這個情節中 多做一些思考 那也訓練自己的想像力 那因為我自己是 比較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所以我有時候看別人的想像力 就覺得實在是滿值得讚嘆的啦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回歸到曹雪芹的原意 就是紅樓夢的文本他怎麼樣去談 那所以我想惠芳園的天香樓 確實是他後來自益的地方 那這個大體上我們都可以接受 好啦 總而言之結論上 結論上惠芳園的所在地是 從一開始這個花園就被情影所污染 那麼使人把大觀園跟亂倫和死亡聯繫起來 那有這樣不清不排的基礎 大觀園怎麼可能是清白純淨的呢 或者他確實是這個清白純淨 然而卻維持不了多久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所談的這些問題 來跟你們分享 那當然接下來的這一點 事實上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那就是事實上你會發現 大觀園裡面的建材跟用品 有一部分就是來自於誰 還記得嗎 是不是就是假設的救援裡面的三十數目 我們把那一段情節 請各位再看一次 就是都是假設的救物 這被他使用過的 被他使用過的東西 當然都已經被污染了嘛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必多說 好 所以這個色宗之厘鬼 竟然對大觀園也產生了這樣深遠的影響 也實在是令人始料未及 所以大觀園的基地真的是用心良苦的 寄託了我們曹雪芹的一種玄妙的一個意志 這個就請大家注意一下 再一個例子 我忘了可以加上品牌 你不是有任何一種的 都沒有提供 我想你不是加上品牌 不可以再加上品牌 你不是不可以加上品牌 你不是在一個人的